从2017年之后 我在微信上 在微博上 谈过几次维吾尔人的遭遇问题 根本就不显示 大概就机器就被评别 我在出来之后 不断地跟我的西方朋友们讲一件事情 我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就在我身边 有41个朋友被逮捕 有些已经被释放了 有些至今还在牢里边 有些人甚至被逮捕两次 41个 每次我都请他们 想想这个数字 41个 教授 记者 学者 作家 牧师 最后看来绝大多数 都是政治的好人 就因为他们说了什么 共产党不喜欢的 或者做了什么 共产党不喜欢的事情 他们就成了国家的罪犯 就成了国家的敌人 那就是为什么 我们又从一个较大的空间里边 爬灰 一个小火车盒的原因 我们下期见了一会儿 我先试下来